教会里面的长者 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 如何牧养与喂养 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金陵事工第十六课 我是夏言老师 在前一堂第十五课 关于长者的安老规划 我们曾经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在社区老化 第二是长者的居家安全 第三是何时该去养老院 我们谈了这三个方面的细节 这一堂课第十六课 我们要从五个方面来探讨 教会如何关怀长者这个课题 这里包含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生命故事 第二方面是敬老主日 第三是专题讲座 第四是关怀失智者 我们先谈第一个生命故事 金陵事工发展的重点之一 就在于我们要引导长者们 来认识神 来经历神 让长者能够真正得到 从神而来的喜乐 然后教会同工可以做的事工之一 就是可以推动生命故事的 这一个活动 生命故事的活动 是帮助年长者 他们回忆往事 回忆以前 特别让他们 有类似经验的长者们 他们一起来回顾 他们各自自己生命里头的故事 然后借着彼此的分享 来彼此认识 而且来思想 在自己的生命里 神所赐的那些恩典 还有在自己生命旅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看到 神的手的带领的工作 让自己和听到这故事的长者 都能够得到造就 我们要提醒 在高龄化的社会当中 我们的长者 他们的生命 应该不只是生老病死而已 因为还有许许多多 需要等着长者们 去整理的事情 除了我们常常听到 耳熟能详的 讲古怀旧的一些活动以外 然后需要协助长者 回顾他生命中的 精彩的历程 带领长者 制作长者的生命故事书 来达到生命上的一个重整 生命故事 或者生命故事书的基础是这样子 如果任何人想要认识我 需要知道我生命的故事 因为我的故事会告诉你 我是谁 如果我想要更认识我自己 想要获知 获得我生命里头更深层的意义 那我也还是要从 我自己的故事里头着手 所以教会的牧养的童工 可以帮助长者 不只是关心他们 生理健康的方面 也关注他们心理 和理理健康的方面 教会童工可以使用 结构式的生命的回顾 协助长者减少忧虑 增加他对于神 和增加他对于自己的信心 明白神赐给长者们的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然后帮助长者 面对他未来的生活 教会的童工 可以引导长者们 借由生命故事的书写 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 找出特别的意义 然后让长者们 重新拥有过去 然后理解现在 更能够走向未来 长者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经历 制作一本 专属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书 除了让长者可以重温过去 也借着这个生命故事书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彼此过去的岁月 长者可以用文字 可以用绘画 可以用剪贴 制作他个人式的故事书 或者绘本 或者字传 内容可以包含说 我是谁 然后我的字画像 然后我过去几十年 这个生命的曲线图 我的特质 我的兴趣 我的价值观 我的家谱 谁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梦想蓝图 然后我是不是想要办一个签书会 这些主题 使用各种杂志的剪贴拼图 来完成他生命的故事 在回顾和想象的过程当中 他会经历到悲欢离合 五味杂成 然后艰困流泪的时刻 然后最后他可以慢慢地看到 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 然后靠主刚强 可以站立起来 然后帮助长者们 可以重新找回长者的价值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日当中 许多时候他没有警觉 事实上神一直就在他的旁边 神的手一直在引导 在保护 在扶持 借着这个生命故事书 他可以慢慢地去回顾 去思想 可以看到那肉眼看不到的神 所以教会同工 最后还可以借着放下的一个单元 来帮助长者们处理他们 过去曾经有的一些愤怒挫折 可以借着彩色笔 一些胶带 甚至简单的这种剪刀 在画质上面 将心中的愤怒表现出来 可能是施扯 可能是好像涂掉 或者把它贴掉 或者各方面的方式 去让长者们有机会表达 他的伤痛和他的怒气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长者的怒气 得到适度的宣泄以外 也有相当的疗愈的效果 能够帮助长者 他的心情能够慢慢地 重新平静安稳下来 这种治疗愤怒的 一种新的方法 往往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反应和效果 最后 当这个长者的生命书 发表的时候 长者们可以展现他 在生命里头 所累积的点点滴滴 这个生命故事书的绘本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部分 然后也鼓励每一位长者 他可以选择一首诗歌 选择一首歌来表达他自己 长者可以选择诗歌 可以选择流行歌曲 可以选择中国艺术歌曲 可以选择传统的地方戏曲 选择任何一个音乐 让他觉得最可以表达他自己 或者他最喜欢的 让他们不只是可以写下来 可以画出来 甚至可以唱出来 每一个人的心情和他的故事 然后也让长者们 有机会让他们去展现 他们自己的创作 让长者们有机会 表达他感性的一面 相不相信 许多其他的长者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这些点点滴滴所感动 鼓励长者以此作为一个起点 继续努力 使用他的生命 使用他的生命故事 也可以使用他的生命故事书 来谱写 来继续的写 他人生的下一个章节 为他的岁月增添色彩 让他可以继续的为主而活 接着我们要谈到第二个课题 就是关于建劳主日的这个课题 建劳主日的目的是 要借着教会同工的教导 唤起大家对长者的尊敬和关怀 也教育下一代 提供建劳的一个榜样 建劳主日一般来讲 是提醒大家 真正的建劳 不只是关心长者在物质上 生理上的需要 更需要关心他们 心里头和灵魂上的需要 教会同工在安排建劳主日的时候 可以透过讲道 加强生死的教育 圣经的死亡和生 还有各方面的这种神学的观念 还有尊重生命的这种神学的观念 帮助长者继续的在社会 在教会 在家庭里头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而且能够在社会 在教会 在家庭中 去关爱和照顾 其他的长者 和那些需要的人们 传道书提醒我们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神有时 时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神对生命的创造 有次序 生命有开始 就会有成长 也会有衰退和死亡 当生命归回到神的怀抱里的时候 就得到真正的安息 既然神看 他手所造的万物 都是美好的 我们也要学习 从神的眼光来看待 生命中的生老病死 这些自然的过程 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而且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待 虽然 这种生病和死亡 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在里头有快乐 但是求生帮助我们 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 神仍然看 这是有美好的部分 帮助我们在其中学功课 帮助我们在这其中 预备我们自己 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 每一年的敬老主日 教会的同工的信息 鼓励弟兄姐妹来敬老 那可以使用每一年 固定的一个主日 成为敬老主日 有些人用十月 有些人用十一月 有些人用九月 我知道有一个教会 他就用中国的农历年 传统的历法 有一个叫九九重阳 是敬老 所以他就用九九重阳 敬老前后的一个主日 成为敬老主日 然后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不只是有敬老的主题 或者关于老 关于生命的信息 教导 还有步道的部分 主日崇拜之后 还可以分发一些小礼物 和小小的糕点给长者 这个教会最早的时候 只给长者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 后来有人说 有些人是六十 然后从六十五降到六十 然后降到五十五 后来这个教会 就每一次在敬老主日崇拜之后 这些小礼物和小糕点 就给所有的会众 让大家可以跟长者们 一起欢喜快乐 这里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 他们提醒就说 如果老人家要请一个寿宴 请大家去庆祝他 比如说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生日 那当有这个寿宴 或者有寿陶的时候 不是只有老人才吃 不是只有寿心才有 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会鼓励教会的同工 把这些礼物摆得比较 可能的话就是摆得比较 范围更广一些 每个人都得到 因为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喜欢得到礼物 在敬劳主日他得到礼物 他很高兴 他觉得敬劳 如果敬劳主日 他看别人有礼物 他没有礼物 他的感觉就很难讲了 所以怎么样子 能够借着小小的小礼物 能够鼓励 能够促进大家 对长辈的尊敬 爱戴和照顾 这就是非常值得的部分 然后关于第三个部分 关于专题讲座的这个个体 教会的同工可以安排 关怀长者的专题讲座 邀请教会里面 可能就已经有不少的专家学者 那教会里头 或许没有足够的这些讲员 可以请社会上 或者请学校里头 那些学有专精的 基督徒专家学者 请他们来教会里头 举办一系列的专题讲座 真正的目的 一个方面是 帮助教会的长者 让他们可以使用 这些专题讲座 可以帮助他自己 另外可以使用 这些专题讲座 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御工 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包括长者和年纪的 去邀请亲朋好友 来学习新的知识 为每一个人 现在的老年生活 或者未来的老年生活 开始做规划和预备 在这里愿意提出 一些可能可以实用的题目 供教会同工来参考 我们可以列出 可能有限的这十来个 供大家思想和参考 一个就是 怎么样去建立 长者的核心价值观 让长者们可以老得精彩 第二个 怎么样认识 心理的老化的过程 怎么样认识 生理老化的过程 然后老人家 在使用药物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部分 然后提醒老人家 在居家安全 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也教导老人家 关于长期照护 的这个观念 还有费用 还有做法 然后教导 关于长辈和失智症 这个联系的部分 教导长辈 长者和Parkinson Parkinson disease 巴金森症症 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也教导老人家 认识所谓的临终关怀 然后怎么样帮助老人家 他们将来要面对 医疗的选择 特别是安宁 疗户的时候 他要怎么去认识和选择 然后老人家 长者他们的营养 需要注意哪一些 让老人家 他的保健和复健 他的保健和复健 需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老人家的运动 需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老人家 常常遇到的一些 排泄的困难 不论是长大号小号 这种泌尿系统 各方面 可以找一些专科医生 来帮助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 老人家的 长辈的一个 睡眠的问题 许多长者 有睡眠的困难 所以这些专题讲座 一方面帮助教会的长者 另外一方面成为一个 福音的御工 鼓励大家去邀请 能够邀请到的亲朋好友 来听这方面的专题 能够得到一些 这方面专业的知识和帮助 也能够预备来规划自己 现在或者未来的老年 请不要小看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位同工 你现在牧养的教会 因为教会同工 你的教会 我们分散在 整个国家里头的 各个城市 乡村 邻里的里面 每一个教会 是帮助长者 能够健康老化的 一个关键的角色 然后第四个方面 我们要谈到 关怀失智长者的方面 基督徒长者 和悲基督徒长者 一样会生病 一样有可能会失智 一旦长者失智 没有办法来教会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失去 跟教会弟兄姐妹的连结 也可能会失去 跟神之间的连结 因此教会的同工 我们需要注意 这一个课题 怎么样去关怀 失智长者的方面 失智症的患者 他们的失能程度 跟失智程度 是有一些相关的部分 失智不一定就是失能 失智症的患者的失能 可能分成至少三个程度 一个是轻度 一个中度 一个重度 在失智症的个案当中 一般来讲 有四成的比例 失智者不会失能 就是他的基本的照顾自己 去起床啊 吃饭啊 上厕所 他可以做到 这个是很好 但是有三成的这个失智 重度失智的老人家 他们可能会有失能 所以在有失能的状况下 就是需要使用 而且善用 现在周围可以用到的 医疗的专业的协助 帮助教会的长者 不要过于害怕 教会的同工 也需要提醒 照顾失智的长者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永远面对着 无法预先知道的变化 所以照顾失智者 一定要做好 自己心理的准备 自己要先走出困境 寻找各种的帮助 找到情绪的出口 教会同工要提醒 失智者和失智症的照顾者 失智症的患者 不会因为我们 不论是教会或者家人 或者专业的照顾 而得到太多的改善和康复 就是失智症是一个 很难完全复原 很难完全恢复的一个病 就几乎不可能 所以他只是会逐渐的走下坡 所以重要的是 怎么样让失智症患者 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能够活得有爱 有温暖 有尊严 而且有神的同在 那其他的部分 有些就不需要太计较 教会要提醒 这些照顾长辈的 当长者 他们已经 罹患了失智症的时候 家人要知道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 只能够透过 陪伴和照顾 去让长者 保有喜乐的心 让他的生活 不至于太痛苦 教会的同工 也需要解释 失智症患者 大多的时候 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头 他可能 不再记得 自己做过什么 说过什么 或者承诺些什么 所以不论是家人 或者周围的照顾者 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在承担的每一天 为他 或者从他而发生的 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和痛苦 因为许多医院 也开始重视 失智症这一环的照顾 还有失智症家属的支持团体 所以不少的医院 会开始在给失智症患者上课的同时 也安排不同的活动 让家属们能够暂时得到身心方面的放松 和一些资源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教会的团体 或者教会的同工 有机会可以跟医院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有一个教会 他们跟医院合作 就让关于失智症患者的课程活动 这是让教会 他们专业的人员去设计 而教会就提供一些金句 提供一些诗歌 提供一些祝福 提供一些祷告 或者提供一些节旗的活动的配合来参与 在这些参加的活动的人当中 有一些是教会的长辈 但除了教会的长者之外 也有许多的未信主的人 或者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 大家可以一同乐在其中 虽然这些失智者 他们可能已经搞不清楚一些细节 但是随着这些课程和活动 他们可以乐在其中 享受在其中 教会也学习在敬劳主日和圣诞节的时候 邀请这些失智症的长者 用简单的诗歌来献诗 帮助这些长者跟教会的会友之间 可以有一些互动 而教会的同工 也可以试着去联系附近的医院 看看有没有医院 他们在寻找 有教会跟他们合作 然后规划一些彼此都适合的 可以一起合作的一些可能性 有的时候 教会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说 做这样的事工 能有多少人来信主呢 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做一点调整 让我们能够知道 做在这些人身上的服饰 就是做在主身上的服饰 耶稣说你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去喝 将来都一定要得到奖赏 所以心态改变 在服饰的过程当中 就比较会感受到服饰主的喜乐 就比较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让教会成为失智长者的一个 友善的一个教会 让失智的长者 他们会愿意或者不害怕来到教会 好让他们身体和心灵 都能够得到喂养和关怀 更让教会在关怀失智者 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经验到 不只是只有人在服饰他 更让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与神一起同工 更能够帮助这些失智的长者 让他们经验到 不只是有人在帮助他 神也在纪念他 神也在帮助他 神在看顾他 所以教会的同工 更需要帮助教会的长子们 能够得到共识 知道关怀失智长者 这个事工 是无法在短时间内 看到果效的一个事工 所以这是需要用耐心 用爱心 一步步的来照顾这些长者 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 长者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得到失智症的这个人数 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群失智的长者 也是神的羊群 是可能是九十九只 当中失落的那一只 所以求生帮助我们 如果有能力 教会有能力 同工有能力的时候 去关怀他们 去帮助他们 但是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教会空间 是否适合失智长者的活动 不要让他们容易跌倒 或者撞倒 或者滑倒 或者摔倒 所以这个空间 这个环境的安全程度 是很重要的部分 教会的同工 可以从开放教会的空间 来做起 配合有医院的一些医院 或者这种专业的机构 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教会也学习到 怎么样提供 对这群失智长者的服务 然后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 长者团契的聚会当中 做起 邀请专家学者 在长者团契 做一些专题演讲 在长者团契里头 做一些简单的这种筛检的工作 帮助这些 我们长者团契的弟兄姐妹当中 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会不会有些人 已经开始有轻微的失智症 他们需要开始去认真的去 找医生去做治疗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教会的同工 提供服务之前 我们必须先接受装备 然后一步步认识 关于关怀失智长者的事工 一步步的来 试着一方面为这个祷告 一方面去摸索 有没有可能跟医院 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 展开合作的一个道路 在现在的社会上 已经有着成千上万的 长者的灵魂 他们等待着我们去撒种 去撒福音的种子 等待着我们去浇灌 用福音 用神的话语 用爱心 用诗歌去浇灌他们 去收割 有些已经预备好了 他们愿意相信耶稣 他们愿意决志信主 他们甚至愿意受洗的部分 所以鼓励教会的同工们 不要再局限自己 要把握光阴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来活泼的学习 让我们活出见证 让我们活跃的福事 让我们来够活出荣耀 让我们能够继续地来福事主 让我们尝读 天都被刃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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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有时到苦心中是我 天父必看顾你 为心灵道不出多长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那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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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无论经过的当事连 天父必看顾你 我如你最高的胸前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世看顾 处处看顾你 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堂课 从四个方面来探讨 教会如何关怀我们的长者的课题 天父我们再次纪念到 有千千万万的长者们 甚至有千千万万 失智的长者们 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需要你的福音 他们需要永生 天父使用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泼学习 让我们活出见证 让我们活要福祉 让我们真正活出你的荣耀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这堂课结束 下一堂是第十七课 我们的课题是 长者团契 与长者主日学 希望你每一天 按时来收听 我们精灵事工的课程 金灵事工 这一门课是 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 比你年长二十到五十岁的长者 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 有系统的牧养 有系统的牧养 与喂养的事工 希望您每一天按时收听 祝您平安 今天精灵事工 今天精灵事工课程 就在这里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您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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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